当拉着同样的货物通过同样的路段时 两者技术高低立判 其中一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系 而另外一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三菱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同样的条件下 司机的技术差距到底会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这辆三菱的卡车 它拉的是一个长25米 重量45吨的大型设备 接下来它将通过一处窄桥 看看司机要如何应对 这个地方比较的平 不考验车子的动力 只考验司机的驾驶技术 可以看见这位司机是直接走的大翻 然后一把方向就将车头转了过来 你们觉得它能一把通过吗 光屏肉眼感觉好像是能过去一样 但角度还是小了点 车身左侧角度不够 那边的轮胎无法通过 司机只能是将车倒回来 刚才第一把已经证明了这个角度不够 那就只能尝试继续靠位一点 让后面的轮胎更晚一点进弯 才能提高通过率 仔细看 这一次司机他直接将轮胎压到马路 压子上去了 然而或许就是这样一个轮胎的宽度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而这一次他也顺利的通过了这个窄桥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辆卡车 就是那辆E器 如今在东南亚这边 滑稽的卡车还是很常见的 至少比轿车常见 这位司机和上一位司机就有明显的不同了 这或许就是细节上的把控 他没有选择直接一把将车头调过来 而是在那边的空地上 选择一个极限的角度 能将弯道打多大就打多大 虽然我们先看的是三菱卡车 但其实这辆E器是第一个过的 三菱是在他后面 这位司机明显惊艳老道 知道自己车常在那里 多少的角度能一把通过 他直接就骑到了马路压子上 而这个位置想要过来 就必须借用那一点点的距离 最终他更加轻松的通过了这个弯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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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